換季的時候容易感冒 也容易咳嗽 所以飲食上也要特別注意 今天雷師傅這一道 有點要善的感覺 對 我今天要做這一道 是蘆芋卷杏仁琵 當然蘆芋卷的部分 我們就是用白菜下去做 白菜我已經給它汆燙過了 大概會一卷的部分 會用四片白菜 就是左右對稱 就是把梗的部分是往外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 要來包壽司是要白菜來包其他料 就對了 我們把它放進去 放得整整齊齊的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了一個瘦肉片 瘦肉片一樣 我們切薄薄的那種瘦肉片 把它完全攤開 攤開放在這一個白菜上方 完全攤開 接下來我們要用的是這一個 紅蘿蔔的部分 紅蘿蔔的部分就一樣像包壽司 包壽司的感覺 把它放進去 這什麼我喜歡 素青喜歡嗎 對 紅蘿蔔可以不用那麼多 我覺得用白菜來包 感覺好讚喔 幹嘛挑食 奇怪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 菠菜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對 放進去 整個這種菜的 裡面蔬菜就很豐富 那當然我們裡面 撒一點點小 一點點鹽巴 裡面要加一點點鹽 對 然後放進去之後我們開始 要捲起來 OK 劉醫師你看到這些食材 在我們像這個換季的時候 對我們免疫的幫助是什麼 其實最重要我們對免疫好 就是要很多的纖維跟質化素 這裡都是嗎 都有 因為我想纖維來講為什麼 剛剛素青談到腸子的問題 其實我們腸子裡面 人家菌相要夠 其實重要是纖維 纖維簡單講就是我們 醫生去很好的食物 對 那裡面很多的質化素 等一下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包起來是這個樣子 包起來是這個樣子 來 很漂亮 我覺得 對 我們把它放進去 放下去蒸 這裡面當然質化素很多 我們講不管大家熟知 什麼C 伊壓 貝拉胡蘿蔔素 尤其剛剛素青講 他不太喜歡紅蘿蔔 是不是這樣子 貝拉胡蘿蔔素裡面 這樣 其實他會變成我們維生素A A來講對免疫的生徵非常重要 我們現在大家常講說 我們要多吃C 其實A常會缺乏 我常幫病人檢查 A是缺乏的 所以像紅蘿蔔會有像南瓜這種 含有橘色黃色的食物 都可以攝取 所以素青不要挑食了 先生我有吃南瓜 真的 好 接下來 接下來我把這個高湯放進去 這高湯我就是用這個 來 這個就是第一個 是北杏 然後琵琶葉 紫蘇葉 很厲害 跟雞骨架 它紫蘇葉很輕 會挑 把它用在那個茶包裡面 就茶袋裡面 去把它熬煮 當然裡面 你可以放一點雞骨架 或排骨 其實都OK 都把它放進去熬 熬到有一點那種肉湯味 是OK的 那味道其實滿香的 紫蘇大家味道比較知道 對 那這個琵琶葉 也有一個清香的味道 因為以中醫來講的話 琵琶葉 紫蘇葉它的幫助 還有北杏 有南杏跟北杏 它對我們的幫助是什麼 其實這個竅門在於 中醫調廢氣 要有兩個方向的藥材 第一個是要把我們的氣 往外宣發 往外散 第二個才是醬 廢 比較同時就是我有往外散 又要往內醬 這個看似矛盾的一個方向 那這體現在這個湯裡面 就是琵琶葉主要負責的是醬 的這個成分 因為醬 而且琵琶葉它其實對肺 還有胃的這個氣調醬 是很有幫助的 例如說 如果說我們那個胃氣不降 時也可能會影響到肺 讓肺往上膩 很類似現在我們理解到 很多胃食道逆流 會產生一些咳嗽 這種情形 所以琵琶葉 跟我們一般聽的那個琵琶膏 它是有關係的嗎 其實它是同一種藥材 琵琶膏裡面就有含琵琶葉 去讓用琵琶的葉子去熬煮成湯 再收膏 但是它單獨拿出來用 其實也有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常常 現在人思考過多 然後容易易怒 氣會容易往上走 產生一些呼吸道 還有腸胃問題 琵琶葉其實對這個很有幫助 那指數葉就是另一個角色 把我們的氣往外散的 在那個藥匙重源的藥材裡面 指數葉是我非常建議 拿來散廢氣的藥材 OK 來大家看一下雷師傅現在不知道 為什麼要把醬糊加進去 這到底是什麼 這白木耳 白木耳 對 因為我勾芡 沒有在用那種粉的 就用白木耳 天然的白木耳 下去打成泥 就是用果汁機打就對了 對 用調理器果汁機打都可以 把它打成泥 然後把它加進去之後 整個那種勾芡感會很豐富 所以我們把它加進去之後 整個那種滑溜感是很夠的 當然我們就是把它放進去之後 讓它有一點中式的味道的感覺 用香油稍微點一下 點一下香油 開始一樣在裡面推 我裡面加的這個是新鮮的番茄丁 去皮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把它攪拌均勻之後 讓它看起來裡面沒有所謂的白點點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 為什麼會有白點點 白點點的話就是代表那個醬糊 打散不贏了 大家知道白木耳其實也是養肺的 白色食物 對 我們現在準備要把這個菜捲 拿起來 蒸大概五 六分鐘就OK 我之前有先包這個三捲進去 在裡面 整個做起來是很漂亮的 對 好漂亮 是 如意捲 對 然後我們把它拿起來 開始要切 OK 好 我們雷師傅在切的同時 那個黃醫師 你那邊有一道茶飲 也有枇杷葉子酥 是 他枇杷葉子酥 剛剛講的功效角色是一樣的 另外都加了一個牛棒子 尤其是 因為牛棒子算是一個在 第一 它有解毒清淹的效果 所以說常常在感冒感染後 喉嚨會有慢性發炎時 會常用到牛棒子 第二 牛棒子它也有一點宣發 往外散的那個效果 其實常見的這些解毒的藥材 它並沒有這個發散的效果 所以牛棒子也是蠻常建議的 那這一道特別是用在 剛剛新冠後 或者是感冒後 會覺得慢性咳嗽 喉嚨又怪怪的時候 會用這一個茶飲來緩解 OK 我們現在雷師傅這邊排得好漂亮 所以這一道其實蠻清爽的 還有非常多的營養素跟植化素 在大家保健肺部以及預防感冒 也就是調節免疫力上有幫助 試試這道如意卷杏仁琵琶根 用多種藥材燉成的藥膳雞湯 與瘦肉卷一同入口 香味四溢 脆滑爽口 滿足你的味蕾也養護你的肺喔 台灣已經有超過千萬人感染過 新冠肺炎 其中不少人還留下呼吸道 相關的長新冠後遺症 要怎麼樣舒緩長新冠的後遺症 甚至預防二次確診呢 其實超級益生菌可能是一個方法 為什麼益生菌可能有辦法 舒緩長新冠甚至預防二次確診呢 相信大家都很聽過很多 在新冠期間相關的研究 因為他們包括發現說 如果你因為感染新冠肺炎 它可能造成你腸道的益生菌的大量流失 甚至影響你的腸道免疫的系統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可以適度補充超級益生菌 重建你的腸道免疫 甚至透過腸背軸保護你的呼吸道 提升呼吸道對外界的防禦力 這會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除了超級益生菌之外 很重要的另外一個防疫神器叫做什麼 叫做百里香 其實百里香不只是歐洲黑死病期間 傳說中的抗疫神草之外 其實歐洲藥典也有記載 它是家庭常備用藥 它可以抗發炎 排檔 甚至止咳 所以如果能夠一天一到兩包 使用這個具有百里香的超級益生菌 不只可以幫助您 舒緩您的長新冠的困擾 相信對預防二次感染 甚至未來季節交替各種病原菌 都能夠幫助你安然度過這些風險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